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集的《小女子唱油大勇气》 和大家分享了在我骨痛上的经历 到很多人来说 痛是难以忍受 包括我自己在内 是有很多上面的经历 都是哭着过和忍痛 甚至是很悠长的经历 但是在痛的背后 都有正面的一面 在今集就和大家一起分享 痛的背后又是怎么可以笑着过 其实痛 没有人知道 只有我自己知道 就是因为我自己知道 所以某程度上 对自己的了解都开始越来越多 或者这个是因为由小到大 慢慢地去经历 直到长大 其实在小时候 都是很无数次痛了 但是长大之后 这个情况慢慢地减低 这个也是医生曾经跟我说过 因为当我得断地成长 大概到十多岁 之后 我的骨肉就会慢慢坚固起来 就不会那么脆弱 是的 的确是 在我真的踏入青春期的阶段 痛楚一次比一次减少 甚至呢 都发觉到原来自己的那个 能力 那个力量 都比以前是大了 当然啦 除了自己长大了 思想又成熟了 亦都是怎样懂得 怎样保护自己 因为当你明白了这件事的时候 才可以 去将这个信息 带到给身边的朋友知道 当时呢 刚刚就结析了一班新朋友 他们呢 很害怕 很害怕接触我 因为他不知道 会不会用一只手指 嘟一嘟 都会整痛你的 或者怎样接触你 才会令到你没那么辛苦 不会令你受伤的 那当然啦 做朋友 都要比较要坦诚的 要将自己 看起来一些软弱 讲出来 这样呢 大家才可以配合得好的 亦都是因为这样 慢慢呢 都发觉 原来一些抱的姿势 又或者一些的力度 或者一些的速度 大家都可以互相配合 而呢 对于自己身体 怎样可以 尽量将危险程度 减到最低最低的 是的 其实经历了那么多次痛 哭过无数次 但是呢 某程度上 都可以 令到自己的 坚强 那个程度 是会增加的 有时候 可能对于身边的朋友 哎 不小心摘到我 或者不小心夹到我 或者不小心夹到我 但是呢 我都不会会叫的 是因为呢 以前经历的痛楚 相信被这些意外 会更加更加痛 所以呢 这个呢 都可以锻炼到我 被人的感觉 或者我自己都会感觉到 就是 不怕痛 是啊 有时候痛 令到自己会是很荒湿湿 但是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仍然都有经历过骨痛的 但是呢 相反呢 自己的心态 跟小时候已经很不一样 除了也都知道自己会好 之余呢 会懂得如何去就自己 更加可以就到身边的人 不会因为这样呢 而令到自己的痛楚会加深 对于我的将来的身体又是怎样呢 或者我们明天不知道明天是 但是你问我 会不会是从来都不想呢 又不会的 但是我反而会觉得 想的同时 我更加要学到珍惜现在 现在我能够活跃 我现在能够手脚都可以叫做灵活 虽然我不可以坐在地下 但是除了这个电动轮椅 帮助我走出不同的地方 其实呢 我相信都已经不是一个难住 对于自己的将来 对于自己身体上的毛病 怎样可以继续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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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这件事我不想了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珍惜 现在好好把握 现在能够可以移动的 说得的 看到的 表达到的一切的事情 希望大家都能够 可以从中可以学习 今集和大家 就是凭着这份正能量 希望大家可以排除慢慢 或者你现在看我的节目 可能弄傷或者受伤 甚至可能躺在病床上 但是不要紧 因为相信自己 无论是多艰难都好 都可以笑着面对 是的 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在下一集 我们再 小女子唱由大勇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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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